国家掠夺器官作者应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邀请来台揭露 中共强摘死刑犯以及法轮功等良心犯器官恶行 并协助推动台湾的相关立法 全台湾最大的律师公会台北律师公会 今天特别邀大卫麦塔斯以及大卫乔高等法律专家 以及医学专家进行语谈 专家们说明各国纷纷立法遏止境外器官移植的旅游 以及国际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现况 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并在会中率先宣读 经过理监事会通过的公开声明 标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被称是法律界的人权一举也是创举 我们非常不希望看到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地区去接受器官移植 反而成为中国政府强摘人体器官的帮凶 台北律师公会邀请国家掠夺器官 五位作者座谈 并宣读国际上第一个律师公会 公开表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 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因政治宗教信仰 而被关押的良心犯 并呼吁台湾及各国政府立法定法则 禁止仲介病人赴器官来源不明地移植 两位资深法律人士 大卫·乔高 大卫·麦塔斯表示 他们透过50多项严谨证据追真相 其中包括台湾病人赴中国移植案例 臺灣目前正接受國家人權報告審查 台北律師工會大動作發表反中共火災聲明 並轉發多個人權團體 但是日前北京方面竟對工會施加壓力 人權律師朱婉琪表示 是一個A4的紙卻引起了對岸來自北京的關注 我覺得律師工會大有可為 八成八的臺灣病人跑到中國大陸去換器官 這個惡名我相信如果我們沒有適當的立法的話 我們法律人實在是太講不過去了 會場上多位資深律師專注聆聽 馬來西亞 以色列的醫師也表態反對中共火災器官立場 到場的還有前律師工會理事長立委尤美女 以及立委黃文玲也出席關切 五位專家明天將參加衛生署支持的國際研討會 進一步向臺灣各界進行說明 國際立法趨勢並對臺灣提出戒嚴 新唐人雅特電視 曾一豪 陳真 臺灣台北報導